不过呢 辅大有这个学生啊 现在很幸运 只是他自己恐怕都不知道 因为他买了一支九块钱的原子笔 竟然呢 对一对统一发票 就中了投奖两百万了 到底是谁啊 博税局昨天通知辅大这个好消息 但是学校方面只能够确定 是学生买文具中投奖 到现在还没有人出面领奖 那么校方研判这个学生 可能顺手把中奖的发票 投进了公益发票箱了 也就是说这两百万 非常有可能全部拿去做公益了 哎呀 如果真的去做公益的话 也不错啊 谢谢大家